宿罪制 读经 李美记四章 一至七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李显如以色列人说 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 什么事上 不犯了一件 或是受高的制私犯罪 使百姓陷在罪里 就当为他所犯的罪 把没有惨疾的公牛族 献给耶和华为赎罪制 他要牵公牛到回幕门口 在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牛的头上 把牛载于耶和华面前 受高的制私 要取舍公牛的血 带到回幕 把子头站于血中 在耶和华面前 对着圣锁的万子 弹血七次 又要把血 抹在回幕内 耶和华面前 香弹的四角上 再把公牛所有的血 倒在回幕门口 凡祭坛的脚那里 我们越过了第三章 所讲述的平安制 平安制象征了人 获得赦罪之后 所得着的平安 正如人 在基督里面 得享平安一样 第四章 对宿罪制 作出了详准的乐述 凡祭 宿罪和平安制 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 但是宿罪制 就是人犯了过错之后 必须献上的制 人如果想梦神的折磨 就必须献上宿罪 来求神赦罪 不过 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悔罪 和相信神的心 即使献祭 也都不会没有神的阅纳 我们在旧约 经常看到神 借着先知 指出百姓 只是献祭 而没有悔罪之心 是毫无作用 我们在这章经文看到 祭事必须要先为自己的罪 献上宿罪制 由此可见 神的仆人 更加必须严肃地处理自己的罪 绝对不可以调以轻心 第三节告诉我们 受高的祭司犯罪 就在百姓陷在罪里面 这个实在是基督教教会最大的悲哀 做领袖的人犯罪 以至许徒也同样在罪恶当中 或者是羞辱了教会和基督的性命 这些事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单为自己而活的 我们的所言所行 不论是好是坏 都会被别人带来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 我们应该是怎样处理罪呢 不只是说一句 我会改过就可以解决 犯罪的祭司或者个人 必须献上祭身 他要按手在他的头上 表示和他认同 祭身就是代表自己 这个表示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而且知道他需要无罪的祭物 流出来的血来看他负罪 他才能够得无神的赦免 犯罪的人将祭物带到回幕面前献祭 表示他愿意公开认罪 和渴望得到神的赦免 这就是罪人的唯一希望 祭身不单只要无限制 而且他被宰杀之后 更得要将血倒在回幕面前 犯罪的人只要凭着信心做这些一切 又必定得着神的赦免 请你留意第二十节 收拾者牛 与那负罪祭的牛一样 祭司要为他们负罪 他们必无赦免 二十六节 所有的资游 祭司都要烧在坛上 正如平安祭的资游一样 至于他的罪 祭司要为他熟了 他必无赦免 和三十一节 又要把羊所有的资游都取下 正如取平安祭生的资游一样 祭司要在坛上佛烧 在夜和华面前作为兴乡的资 为他资罪 他必无赦免 你可以将这些献祭的原则 用在基督和我们做罪人的身上 你知道我们今天 怎样才能够得蒙神的资罪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